西瓜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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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甜的脆脆的最普通的水果 特殊加工程 这些奇特的形状呢 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说 有人种出了方形的西瓜 他感到很稀奇 因为西瓜不可能有方形的品种 那么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自古就以西瓜出名的庞个庄 是否也能种出来呢 这个想法一产生 程春华就再也坐不住了 他想 既然自己没见过 西瓜有方形的品种 那么如果给西瓜做个方形的模子 不就可以强迫西瓜长成方的形状了吗 这应该就像 他曾经通过在一些西瓜上 贴上画片的方法 使得西瓜皮上出现相同的图案一样简单 现在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做出一个既能套在西瓜上 又不影响西瓜生长的模子呢 这时程春华想到了一个人 图志全是庞个庄的一位老木匠 程春华想 如果能由他来帮着给西瓜做模子 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 幸运的是 面对程春华的请求 老图很爽快地满口答应了下来 并且很快就为他做出了几个方方正正的木盒子 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 但是最初的尝试并不像春华想的那样简单 西瓜长在模子里 不像平时种瓜那样 可以查看它们的生长情况 只能凭借多年种植的经验 通过掐算日子 来估算西瓜的大小 一不小心 看上去脆弱的西瓜 就会把母子撑爆了 那么 预想的形状 还能保住吗 打开母子 取出西瓜 只见有的地方 却还没有把母子充满 使得这个所谓的方形西瓜 看上去有点歪歪扭扭的 不成样子 而一些小的立体西瓜就更是不能让它满意了 不是小人的头部没有长出来 就是身上精心设计的细节没出来 再有就是在转折处出现了这些明显的裂痕 将这些西瓜既不能称得上是作品拿去比赛 也不利于保存 但是 所有这些挫折都没有阻止春华 继续进行他的计划 相反 他的想法却越来越多 他不断地来找老徒 商量改进的方法 同时又不断提出一些新的造型设计 一年又一年的尝试 一年又一年的失败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经过不断地摸索 春华终于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在擂台赛上 他几乎每年都要拿出新的作品 每年都会从不同的角度 颠覆人们对西瓜圆圆外形的印象 他的作品经常会让人印象深刻 转眼春天来了 从远处看过去 根本无法想象 这里还种有西瓜 其实 春华种在这个暖棚里的西瓜 并不是为了上市去销售的 而是专门用来做造型的 这时春华告诉我们 他今年要进行一项新的尝试 如果成功 那么在擂台赛上 西瓜又会以一种全新的样子出现 那么 他的新作品 会是什么呢 春华说 这个封装在玻璃里的原西瓜 就是他想用玻璃 做一形西瓜的灵感 按照这个方法 再加上前几年的经验 如果真的可以用玻璃 就能做出一形西瓜的话 那不仅可以让西瓜的造型更丰富 保留的时间更长久 而且还可以查看到西瓜变形的全过程 那它不会影响那个西瓜的正常生长 不会影响 不过今年具体的能不能长成了 与春华的缺乏信心不同 老徒却认为 西瓜在玻璃中生长 会比在他做的木头盒里更容易 那你觉得这玻璃会不会被击碎啊 不不会 他这不是说烹起来瓜就长那么大 一点一点一天就 老徒的一番分析 让春华充满了期待 他马上收起这些器具 要尽快实施他今年的计划 毕竟已经有不少西瓜开花做果了 他必须要赶在那些小西瓜长大之前 把这些玻璃模子套上去 来到暖棚 他马上开始寻找刚刚做果的小西瓜 找到一个 但是好像已经有点晚了 又找到一个 成功了 小西瓜很顺利地被送进了瓶子里 继续地寻找变得越来越顺利 小西瓜一个个被他装到了玻璃模具里 接下去的日子 这里会发生什么呢 仅仅三天以后 我们突然接到春华的电话 他兴奋地告诉我们 试验成功了 看到已经在瓶子中开始顺势生长的小西瓜 成春华有点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激动 但是让他最担心的问题也出现了 你知道我就说怕它烂就是怕它这样 会出汗呀这西瓜 这个水很多 对 不同于木头做的盒子 玻璃制品不透气 在西瓜生长过程中 由于呼吸作用产生的水气 就很难排出去 如果西瓜长期浸泡在水中 只怕还不等长出形来 就先烂掉了 这让成春华很着急 他这盼着西瓜快点长大成形 他就可以尽早地用保鲜液 把它们保护起来了 其实就在成春华急切地 巡视着瓜地的时候 同在旁克庄的另一个人 也在自家的瓜地里忙碌着 杨松武 这位在西瓜造型方面的强劲对手 就是他 在2013年的擂台赛上 以世博会和水利方两项作品 与成春华评分了所有奖项 那么今年的比赛 老杨还会参加吗 参加 您今年都准备参加什么项目呢 就是艺术瓜 您怎么会想起中这个艺术瓜呢 这个就看着 就看着他们以前比赛那个 就那方形的都得了奖了 后来我一想 我顶那方形的做出来 顶他漂亮多了 作为瓜农 老杨可是半路出家 他的老本孩其实是一个木匠 所以现在 他经常是在西瓜地里 与儿子一起忙碌一阵之后 又去他指导的工程上看看 老杨对自己的手艺总是很自信 无论是做模具 雕刻还是画画 都是由他自己完成 所以老杨涉足制作艺术西瓜 更多的也是想把自己的木匠手艺 与西瓜结合在一起 老杨说 为了让造型西瓜 更长久地保持作品原样 他总是特意选用黄皮色的西瓜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好像对绿西瓜 就是更熟悉一些 绿西瓜上的图案不清楚 图案不清楚 您试过吗 试过 就说开始试过 就绿皮的把装上以后 也是黄的 等到一朝太阳 朝风这么一吹 就变绿了 一变绿了就不好看了 都做过 那黄西瓜没有这问题吗 黄西瓜没有 黄西瓜什么哥都是黄的 临近比赛 老杨邀请我们 来到他家 在老杨的库房里 我们看到了满地的 黄色造型西瓜 只见老杨从这些西瓜中 挑出了两样 他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为2014年的比赛 最新设计的样子 而其他的 都是以前的设计样子 那主要是为了销售的 看到我们也对造型西瓜感兴趣 老杨又特意拿出了一个相册 这里一张张 都是他曾经得意的作品 而百兽图 更是他每年必做的一款 看着老杨一副 势在必得的气势 我们很难判断 程春华今年的创新 会有怎样的成绩 在春华的刮棚里 那些曾让他兴奋的玻璃模具 正在一个接一个的爆裂 这虽然在他的预料之中 但多少 还是让他有些心痛 你看这个 裂了 都扁着了 这些形犯也快出来了 看这个 多好的一个西瓜 上面带个花 要不然挺漂亮的 失败也是可以的 对 对 确实是 嗯 很行吧 您这次总共做了几个 嗯 好像一样做了十多个 十五个吧 不过现在裂的也挺多的了 剩的也不太多了 然后看看吧 不过我 我这次失败了 我现在也开始 那个用厚的瓶去做了 做了有五角星的 淘心的 还有那种奇特一点造型的 然后我再让他 那个成功也行 也是一种哀慰了 是 好在春华再次的尝试 成功率明显增高 看到玻璃器皿中 这些晶莹剔透的小西瓜 春华还是感到很欣慰 他对比赛也充满了希望 除此之外 作为保留项目 春华在老图的瓜地里 也装配了一些方西瓜 他们能否帮助春华获胜 就只有等到比赛的那天 才能见分晓了 时间很快到了 5月25日 平时安静的盘个庄 每年的这一天 都会变得热闹起来 一大早 春华就叫了一辆车 在他社员们的帮助下 把作品运到了比赛现场 没过一会儿 老杨一手拎着一个塑料袋子 也来了 虽然老杨和春华的到来 都引起了现场 不小的轰动 但是最后的结果 还是要看谁的作品 更能打动评委了 他对这个瓜非常了解 并且要有相应的技术 他还能做到这个样子 要不然这个很难的 我想这个还是比较 哪个 这个比较有特别 这个是吗 单做 这是一个小佛业的花 最后 老杨的才高八斗和八菌图 春华的长方八菌图 和盆栽宝鲜西瓜 在艺术西瓜评比中 都仿尚有名 我们刚看到各种的 异形瓜的比较 说到西瓜 人们总爱用大来形容它 那么 西瓜这种水果 到底能长到多大呢 在北京大兴旁客庄 每年举办的 全国西田瓜擂台赛上 您就可以见识到 大西瓜的风采 领略到大西瓜 带给您的震撼了 他叫李凤春 是庞克庄 一位有名的 种植能手 说它有名 不仅是因为 它摸索出了一套 有效的种植 中小型西瓜的方法 而且 与大多数人不同 它对大西瓜 也情有独钟 并且 以自己在擂台赛上 曾经七次夺的 瓜王而自豪 但是这两年 风春有些闷闷不乐 因为已经连着两届了 在擂台赛上都输给了来自南方的瓜农 这让它有点沮丧 不过据说今年年初 它就又种下了大西瓜的种子 现在 还专门为这些大西瓜 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大棚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大棚呢 早春三月的北京 万物还没有复苏 只见一身冬庄的凤川 急切地走进了一个温室大棚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个被农民们 称作暖棚的大棚里 却还套着一个塑料 打建成的小棚子 这个就是这个二层木 为了这个增高的温度 这一层木就能 这个温室里边能增高两三度 这样对于这个 有利于这个苗栖的生长 别小看这两三度 这个温度足可以把西瓜的生长 提前一周左右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技术 大西瓜在比赛前 又可以多长大几天了 看来 棚子里的温度确实很高 凤川还没有开始干活 就先脱掉了外面的棉衣 但是汗水 还是很快流了下来 与此同时 同市棚个庄的 其他人的大棚里 西瓜小苗 刚刚破土而出 此时 田间的管理主要就是给小苗 浇水保湿 那么 凤川今天到棚里来 是要做些什么呢 原来 凤川的这个瓜棚 就是为了参加 今年的瓜王比赛 而特意准备的 现在西瓜小苗不仅已经长大 而且已经长出了长长的秧子 凤川每天都会来到这里 查看秧苗的长势 以便及时去除那些 肆意滋生出来的小侧芽 以保证将来做瓜的主卖 可以获得更多的营养 使瓜长得更大 这时我们发现 被它同时去除的 还有一些 可以长成西瓜的花菇朵 这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 就是捡那个瓜 这个小的瓜胎 形成正的 给它留下 虽然眼前的这个小瓜形 让凤川很满意 但是他还是想把它去掉 就是离这瓜的根近一些 这样这瓜不能留 长得这个瓜盖小 凤川巡视在他营兼出来的 这个提前进入春天的大棚里 他认为 南方瓜农种的西瓜 之所以能长得个大 就是因为南方的春天走 到比赛时 西瓜长得时间长 那么 只要自己能模仿出南方的天气 把种瓜的时间也提前 就有可能夺回自己瓜王的桂冠 那么现在 南方的实际天气会怎样呢 那里的大西瓜 是否已经开始生长了呢 凤川的心里 多少有些不安 这里是江苏省的淮安市 在春风的吹拂下 虽然树叶还没有发芽 但是 大地已经披上了绿桩 在2013年旁个桩的擂台赛上 以47.6千克重的大西瓜 夺得瓜王桂冠的张朝阳 就工作在淮安市农业科学院里 今年 他还会种打西瓜吗 现在这个季节 他又会忙些什么呢 作为一名育种的科研人员 此时的张朝阳 正在他的育种大棚里 挑选一些他需要的西瓜苗 由于西瓜自己的根系 在土壤中很容易生病 难以存活 所以现在 要想种好西瓜 就必须把刚长出来的西瓜苗 嫁接到其他瓜类植物上 一般 小西瓜会选择西葫芦 大型西瓜会选择南瓜 今天 朝阳要嫁接的 正是大型西瓜的瓜苗 所以除了西瓜苗以外 他同时还搬来了 一些南瓜苗 很快 工人就熟练地 将一棵嫩小的西瓜苗 与一棵南瓜苗 结合到了一起 但是 他好像并没有结束这项工作 而是又与另一棵南瓜苗 结合到了一起 也就是 把一个西瓜苗 嫁接到了两个南瓜根上 这无疑提高了 嫁接的难度 张朝阳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建立更庞大的根系 吸收更丰富的营养 这是否就是朝阳种出瓜王的独家秘籍呢 顺着凤川的西瓜羊 我们仔细观察 羊苗的根部 也是两个根系 其实这也正是凤川 曾经夺得瓜王的经验 所以他认为朝阳能超越自己 还是得利于南方的天气 那么朝阳最早种下去的大西瓜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不同于凤川要用暖棚 再加二层木的方式提温 朝阳把他的大西瓜种在了这种简单的被人们称作冷棚的塑料大棚里 在羊苗的上面 他又简单的加了一层膜 每到中午 他会叫人把这层膜打开 以便给羊苗降温通风 除此之外 他只是在通过安装导线给土地加温的方式 来保证刚刚发育的西瓜苗 能够安全地度过寒冷的春天 由于前几天的一场春寒 使得此时的西瓜秧 不仅不像凤川预想的那样茂盛 甚至涨势还要慢很多 那么淮安这里的气候优势会是什么呢 它那个淮安的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 它属于南北交界的地方吧 它如果种单独对西瓜来讲 其实它优势也不是像的 也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我认为它主要可能它那个 如果说单独影响西瓜长的话 那应该主要光照可能影响最大一点 朝阳认为淮安比北京虽然会暖和一点 但是同样影响西瓜生长的光照条件 却不理想 南方常见的阴雨天是它最担心的 像这种阴天的话 中间在西瓜那个蓬大气 就最需要光照的时候 如果是阴天的阴雨天上一个星期 那这产量至少 如果阴雨天产量至少下去几十斤 跟所有的植物一样 西瓜也有一个蓬大速度最快的时间 如果在这个时间 西瓜得不到充足的光照 水分 肥料 就很难长得很大 那么朝阳会不会使用 人们传说中的蓬大素 这位的东西呢 它所谓的蓬大素是为了做果 让它西瓜做出果 不是西瓜 不是开花之后 天冷的时候 雄花的花粉没有不散粉的时候 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 你碰上花之后 它子房蓬大了 这叫蓬大素 它们有人说是蓬大素 其实跟那个现在说的什么 做果灵啊 它是这个东西 从这个小 小瓷花的时候 蓬大成这么大 它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说你要是这么大 蓬大成这么大 也不可能 也就是说 偶尔被人们使用的蓬大素 只能帮助西瓜 更容易结果 却无法让西瓜长得更大 那么朝阳能种出 重两级瓜王的秘籍 又会是什么呢 你要保证 就是不让它受到任何的胁迫 就是它尤其在西瓜做过以后 蓬大气 让它就是 就是没有任何的 就相当于没有任何的忧虑 我担心说 哎呀 我那个受到 有没有生活压力一样 跟人生活一样 你要没有生活压力的 长得很快 长得 可能每天不想东西 可能会长得要健康一点 有的时候处于压健康状态 它就 它就主要是放在那个 种子上面 它就为了反应后代 它立马的就 营养不适在 蓬大了 然后它积累 朝那个种子上 比赛的日子就快到了 我们急切地 再次来到 凤春的瓜棚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防止太阳 把瓜皮灼伤 凤春给每一个大西瓜 都搭上了 特制的凉棚 您现在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哪个呢 最大的 那边有一个 在蹦 你咱看看 我 待会我 我搬那瓜 您开一蹦 在这儿 你它 它就 得清 待会我搬一会儿 好的 我看那一天 是能涨到 比赛 这真大 这比刚才那好 那大好多 52斤多 52斤了 那就已经超过您去年的了 您今年又想的这些办法 觉得比去年种的好点吗 今年有信心 问题是我 综合了网年这个 网年的经验 这瓜 我看着要比 比童年 瓜要个儿大 那您哥们 现在这个是不是就比去年 您送的那个大 现在就追上同样的个头了 凤川不仅在探索着 很多新的方法 而且 他还很关心 南方的天气 但是让他疑惑的是 据说 那里现在的气温 与北京很相仿 看不出 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他不明白 如果南方的气温不高 那还会是什么原因 会是那里的西瓜 长得那么大呢 看着凤川这一年的努力 我们也很想知道 凤川能否最终夺回 失去的荣耀 离比赛还有两天了 我们找到了朝阳的瓜棚 从大棚外 我们看到 整个大棚里 好像只有一个大西瓜 隐约可见 走进瓜棚 更是难见大西瓜的影子 这与凤川瓜棚中 醒目的大西瓜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满地的西瓜秧 则让我们寸步难行 紧随着朝阳的脚步 我们在瓜棚的深处 终于看到了 大西瓜的真面目 你觉得今年的这个瓜 比你们上一次 去参加比赛的瓜怎么样 是大的还是小了 可能要小一点 因为前期有 大概有 我们栽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礼拜多的 基本上都是阴天 苗子都没有好好长 长得就比往年稍微 就是速度就慢一点 慢一点就已经 就以后 同样的生长期短了 它就刮的盆大 就没有毛年那么大 早春的联姻天 虽然让朝阳有些担心 但是现在 爆裂的太阳光 却又给了朝阳 夺冠的机会 由于没有像凤川那样 用秤真正称过 所以胡师傅和张朝阳 只能凭眼力 估算西瓜的大小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 这个西瓜有45千克重 那么到比赛时 很可能会重于凤川的西瓜 那么还有什么是 这里西瓜能够长大的原因呢 仔细观察 我们发现一个怪现象 一般农民种植时 最讨厌的杂草 在这里却随处可见 这是有意而为 还是疏于管理呢 张朝阳既然要去参加比赛 他为什么对自己的西瓜 这么不惊心呢 难道这也是这个盆里的秘密吗 刮蔓是不就整肢的 就不整肢呢 然后呢 就是说你蔓就让它长得比较多 多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不好派工人 或者去让它去拔草什么的 就是说尽量避免它那个来 进来的时候 把那个刮蔓塌伤了 塌伤了 或者在它那个刮的盆大就有影响 这么大的秧子来讲 这些草棚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这些秧子是必要的吗 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种西瓜都是要掰秧子 然后不让它把养分吸得太多吗 这个它那个一旦做出果之后 这瓜就有膨大气之后嘛 它的叶面的营养基本上是 只要你控制好 其实你看那个秧子有没有 就是长外 就是望长那种趋势 只要没有望长趋势 说明它的营养 还是朝瓜上积累 除此之外 因为西瓜需要的营养很多 所以水肥的管理也很重要 胡师傅说 如果一下给的肥料太多 西瓜不仅会吸收不过来 而且还容易伤到根系 所以必须采用少吃多餐的方法 那么在比赛场上 今年的瓜王 到底会被谁夺得呢 由于要开车把西瓜 从淮安运到北京 所以张朝阳特意用绒布 把它的宝贝大西瓜包裹起来 小心地运到赛场 上面锁上了吧 最后经过评委称重 它的瓜重43.18千克 确实比上一次的瓜要轻一些 那么它会夺冠吗 这时场外 这时场外一阵热门 原来是又有人送来了两个大瓜 而其中的一个 正是李凤春的 李凤春的大西瓜 三十四点六六千克 比他自己上一次的成绩中了八千克 但是仍然没有夺得瓜王 获得了第二名 而张朝阳则如愿以偿 再次夺得瓜王桂冠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闹 其实说到这西瓜也不例外 我们比过了西瓜的造型 也比过了西瓜的大小 西瓜主要是看好吃不好吃 那咱们现在来比比西瓜的口感 主要是从来台赛吧 特别是大型的西瓜呢 就是这个近二十年的品种变化 是很大的 变化的明显的趋势就是一个呢 这品质好了 外观呢不是那么大了 再有呢在这个口感上呢 我们还是追求这个口感呢 更清香一点的 这个虽然说甜 但是甜的不是那么不舒服的甜 吃起来比较舒服 如今这类台赛已经举办二十五年了 规模已经扩大到了全国 那么为了准备二零一四年 这第二十六届类台赛 各路昔日的重发高手们 又会使出怎样的绝招呢 冬日的寒风中 张世彤已经开始为种植西瓜做准备了 之前他把新进购来的一袋油渣子 与一堆从养鸡场运来的鸡粪 按一定比例混合到了一起 抵食肥必须是充分辅收好的油渣肥 不能说先一份直接往里推 以前这个关东啊 为追求产量高 他用的化肥量是很大的 化肥只能是增加这个产量 要说这张世彤在庞克庄种西瓜也算有些年头了 多少年来他总爱率先尝试 由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站选出的新品种 并且凭借他能很快掌握新技术 成功种出那些新品种 在擂台赛上获得相应的奖项 除此之外 他也很想在西瓜的品质上证实自己的实力 遗憾的是 几年下来 他虽然也能榜上有名 但是却常与冠军 失之交臂 赵纪彬一位种植西瓜的好手 他所在的安上湖村 正是位于山东省 以西瓜出名的维芳市昌乐县 如今上了点年纪的他 已经不是独自一个人种植西瓜了 而是带领着全村人组织了瓜菜专业合作社 由于他对西瓜的种植严格把关 所以这几年 安上湖西瓜的品质也在不断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2013年 他第一次参加庞格庄的西瓜擂台赛 没想到 就在中型组的综合比赛中 一举夺魁 为了在2014年 能够种出更好的西瓜 赵纪彬正在让人 用设在甜头的一口大锅 煮黄豆 仔细观察 我们发现 这黄豆与我们在家食用的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由于没有做过特别的挑选 也没有进行好好的清洗 所以略危险的有些杂乱 那么赵纪彬要用这些黄豆做什么用呢 这项工作与他种西瓜会有什么关系吗 原来老赵在没有开始种西瓜之前 也会像张氏同类一样 在即将种植的土壤下 先把有机肥填充好 不同的是 老赵用的是煮好的黄豆与鸡粉混合 而且这黄豆的用量不能多也不能少 多了不仅浪费 西瓜也会长不好 少了则达不到效果 豆子也就白用了 用水煮开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黄豆 在埋入地下后继续发芽生长 时间过得很快 士童的暖棚里 小西瓜的秧子已经长到一定长度了 为了能够立体种植 士童今天就要用线绳把它们挂起来 而比北京相对暖和的围方 老赵的刮棚里 已经可以看到小西瓜的身影了 那么到5月25日比赛时 老赵的西瓜肯定会先进入成熟期 这会不会就是他上次夺冠的优势呢 原来西瓜不仅在低温时不易成火 如果太高也会因为昼夜温差减小 而影响到西瓜的品质 虽然可以用暖棚来帮助调节温度 但是那只能是几个摄氏度的微调而已 好在梅方的天气与北京差异不大 在老赵最后一批种下去的西瓜大棚里 我们看到小西瓜羊也是刚刚在生长 估计老赵可以带到赛场上的西瓜 可能就要从这里挑选了 快到中午了 老赵急急地赶到另一个大棚里 说是要开始一项重要的工作 原来这个棚里的西瓜羊已经有开花的了 这种花朵下有个小刮的是雌花 而没有刮的是雄花 这间师傅挑了一朵刚开的雄花 折起花瓣露出花蕊 然后把雄花上的花粉刷到了雌花的花蕊上 由于在大棚里很难有昆虫来帮助授粉 所以大棚里的西瓜能否结果 主要就靠人工这样授粉了 大棚里的温度很高 寻找刚刚开的小西瓜花又是一个精细活 没一会儿老赵它们就被汗水湿透了 那么为什么不放一些昆虫 到大棚里来帮助授粉呢 原来老赵认为 昆虫是随机授粉 不像人工授粉那样精细 西瓜可能会长不好 那么试用昆虫授粉 会不会影响到西瓜的品质呢 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员 为了减轻瓜农们的劳动强度 很想试一试 用蜜蜂授粉 是否可行 作为养蜂人来说 不认可 跟你说的话我蜂都死了 我带回踩不着命了 我收入没有了 原来蜜蜂虽然都是人工饲养 但是它们本身的习性 却是要在野外飞行带 如果把它们困在大棚里 由于塑料大棚是透光的 蜜蜂常常会撞到棚子上 导致大批的蜜蜂死亡 另外 一个蜜蜂群在一段时间里 只会认准一种花去采蜜 西瓜花 比起野外季节里开放的花朵 数量要少得多 怎样才能让蜜蜂 任何食物缺乏的西瓜蜜 也是个难题 难道用蜜蜂授粉 真的行不通吗 特殊的训练 就是适应到大棚里 这个训练的方法 就是一个诱导思维 那就是说你这个花 这个上面的油粉有蜜 你要摆这个瓷花 摘掉一半 过在这个糖浆里 然后这个蜜蜂 蜜蜂它闻到了 这个瓜花的气味 跟那个蜜蜜味有 花粉的味道 跟蜜的这个味道有 它粗糙以后 会积极地去采这瓜花掉 那么被蜜蜂授过粉的西瓜 成熟后的品质 与人工授粉相比 会有什么不同吗 现在如果我们要是 细细地品尝的话 就是你两个西瓜一块吃 比如说人工授粉的 和蜜蜂授粉一块吃 它风味上不一样 是哪个更好一些 当然是蜜蜂授粉的 它回归自然了 它那个授粉的就是好一点 但有人说的可能蜜蜂授粉 还不如人工授粉均匀 您怎么看这身呢 我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 不不不不存在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我摄像机在监测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支花 我就看它仿花的次数 这同样一支花 蜜蜂要仿二十几次 所以你想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 那么它用很多很多的 刮花的这个花粉 它往一个上去杂胶的话 那应该它的授粉机率和它的遗传机率 都应该比人工授粉 稍微有点厚 但是感觉吸发的品质却好多了 不仅口感好 而且中心糖度能够超过15 这个水平远远超出了 去年的冠军水平 这让世童夺冠的信心 一下大增 不过此时 同在庞克庄的其他瓜农 也在为比赛做着积极的准备 他叫李凤春 在去年的综合较量中 虽然也没有获得冠军 但是无论是中型瓜还是小型瓜 排名都在世童之前 他叫程春华 去年小型瓜的冠军 虽然是同今年西瓜的中心糖度 超过了他去年的记录 但是谁又会知道 今年的程春华 会拿出怎样的成绩呢 而我们最关心的 还是安上胡的老赵 他的瓜长得怎么样了 还能来参加比赛吗 在这个春天 老赵为西瓜授粉的大棚里 如今已经长满了杂草 老赵说 这里的西瓜 早在半个月前就上市了 那么 它还有适合参赛的西瓜吗 这是一个最晚种植西瓜的大棚 这里的西瓜 为老赵能够参赛提供了可能 于是他在成熟的西瓜中 又精心挑选了一些 准备去参加比赛 比赛开始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瓜农 都被吸引到这个盛会 在比赛的进程中 我们看到 无论是小型西瓜 还是中型西瓜 评委们都要先看果形 是否符合品种特点 切开后 还要看看里面的瓜壤 是否布局均匀 接下来 则是较量实力的时候了 每一个参赛的瓜 都要同时被食味评为品尝 不是说像那吃 吃瓜那么大口吃 就吃一点 就吃一点 就能感觉出这瓜 味儿是熟得好不好 是熟过了 还是有点生味 还有点酸味 或者说还有没有异味 这都能吃出来 除了品尝 测量的数据 也是较量的一部分 测量瓜皮厚度 测量中心糖度 测量靠近瓜皮的糖度 一串串数据 不断响彻在大厅里 沉闷而又紧张 比赛进展到下午 突然爆出 中心糖度16.4 这回专家们有些坐不住了 因为连制的几个西瓜 也都达到了这个高度 这怎么可能呢 西瓜的主人 是程春华和他的社员呢 程春华说 他的西瓜之所以这么甜 是跟他的栽培管理方式有关的 也就是全部使用有机肥 不用一点化肥 另外 他模仿新疆的天气 严格把住中午与晚上的温差 还有就是控制浇水量 但是 这些理论已经是中瓜人的常识了 所以专家们仍然想不通 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于是我们想到了 社会上传说的增田记 您没怀疑他是割了什么增田记 没有没有 那个正常天外啊 割增田记 你怎么能割呀 那西瓜还不坏了 他还是有特别的方法 比赛结束了 程春华以破纪录的成绩 包揽了小瓜型的前六名 而来自围方昌乐县的西瓜 再次夺得了中型组的冠军